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剧的重新摆放 避免堵车 换条新路线 这些都是创造 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也是创造 我们读到文字 听到声音 做出理解 即而是反应 在这些瞬间里 都是各自内力的创造 关于普遍一意的创造里 Rubin提出了一个叫做过滤器的理论 我认为非常有趣 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容器 它不断被数据所填充 它包含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思想 感情 梦想间的总和 信息不会自由的进入容器 它一种独特的方式被过滤 姑且将过滤器理解为个体 对外界数据的理解和解释 通过理解和解释 我们重铸了这些数据碎片 也就是说 过滤器减少了直接的信息源头 我们获取的原始数据越少 离自然越远 越不由于创造 让自己持续打开 建立源头信息的关系 减少过滤器的干涉 感知周围的律动 并参与其中 我们宇宙是一体的 按照他的节律 他的脉动 他的周期去生活 开始把自己看作是一个 不断自我更新的 更大整体的一部分 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 这股强大力量 驾驭宇宙的创作浪潮 这里所描述的 不是一次行动 而是一种生存的方式 Rubin在书里的原话是 We tend to think of the artist's work as the output The real work of the artist is a way of being in the world 我们以为艺术家的作品是输出 但艺术家真正的作品 是一种生存方式 那么如何让自己持续打开呢 作者也给了三种方法 首先是觉知练习 觉知练习是一场修行 我们可以制定每日日程表 在每天或每周的特定时间 来一个小仪式 它不必隆重啊 小小的仪式 就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 比如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做三次绵长的深呼吸 用这个简单的动作 集中注意力到当下 然后开启这一天 我们也可以有意识地吃饭 带着感激 慢慢地品尝每一口 每天在大赞中散步 带着感激和联系 去观察 进入我们世界中的每件事 睡前换点时间 和血液在血管中的流动 这种练习的目的 并不是练习本身 就像冥想的目标 一定不是冥想 目的是在我们 不参与这些行为的时候 进化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我们正在建立 我们心灵的肌肉组织 以更敏锐地调整自己 直到有一天 你注意到你总是在练习觉知 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在一种持续开放 接受的状态中生活 让自己持续打开 另一种方式 是让自己深陷于伟大的作品中 阅读最优秀的文学作品 看好电影 了不起的画作 宏伟的建筑 什么都行 毕竟我们没有统一的标准 去衡量伟大 伟大的艺术 会对我们发出邀请 吸引我们前进 打开可能性的大门 我们的目标不是学习模仿伟大 而是教证我们自己内在的伟大 我们得以做出更好的选择 而这些选择 最终也许会走向 我们自己的伟大作品 让大脑保持打开的姿态 接收来自宇宙的信息 第三种方法就是亲近自然 我们不必了解自然也能欣赏它 要特别注意那些 让你屏息的瞬间 意识到你的呼吸 被某种伟大的美带走的时刻 在户外 我们永远不会缺少敬畏和灵感 当我们全身关注地去观察 自然中光和阴影的变化时 我们就会不断地发现新的东西 越接近自然世界 就越早开始意识到 我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当创造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在表达独特的个性 而是我们与无限的一体性的 无缝连接 练习觉知 陷入伟大作品中 和融入大自然 这些都是我们减少过滤器的干扰 与创作的原始素材 无限接近的方法 这些方法 适用于任何一种 艺术领域的创作活动 那现在我们要单独谈谈音乐创作了 我们都知道 Rick Rubin是了不起的音乐制作人 他在这本书里 也分享了真实工作场景中 他用来激发演奏者创作力的tips 首先是小步子 当你在创作过程中受阻时 可以试着分解任务 例如Rubin会要求音乐人 每天必须写一项段音乐 无论好坏 必须完成 这种方法有利于我们在灵感堵塞的时候 重新疏通创作渠道 第二是改变环境 比如关掉灯 在黑暗中演奏 在清晨 或是在夜晚演奏 改变创作环境 可以帮助我们转变意识 打破惯性 激发创作灵感 第三点 邀请观众 有的人会在观众面前过度表演 有的人则会紧张 退缩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一旦面前有观众 演奏者的注意力都会更加集中 被观察会改变演奏者的行为方式 而这本身也变成我们寻找最佳演奏效果的参数 如果你经常在卧室独自演出的话 下一次可以试着邀请观众 第四点 转变视角 在这说的是在演奏状态下转变视角 一种技巧是把耳机的音量适当调大 当每一个声音的细节都清晰可变 你就会不自觉的让演奏或者演唱 变得更为细腻 沉稳和安静 以达到平衡 相反 为了激发演奏者的力量和活力时 也可以把耳机的声音调低 当演奏者自身的声音被掩盖时 就会不由自主的夹杂力度 除了改变耳机音量 变换舞台上的灯光 让演奏者清晰可以看到台下的面孔 或者根本看不见任何人 都是改变视角的方式 第五点 发挥想象 同样是一首曲子 它是为谁而写呢 为自己 为恋人 为家乡 为陌生人 对象的改变会引发不一样的演奏情感 在下一次演奏中 发挥想象 改变对象 或许能带来不同的创造力 再有 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和故事 如果你正在为一部电影配乐 它是风景镜头 还是打斗场面呢 这些想象会给一个弯源的曲点 带来方向感 我没有把Ruby在书里 谈到的所有技巧都罗列出来 如果你听到这儿呢 你产生了一些兴趣 我更建议你去把这本书找来读 唯一不好的一点呢 是它目前只有英文的 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电子版本 The Creative Web of Being 这本书它不是工具书 它通篇都是散文和诗歌风格的文字 那些需要你咀嚼和思考的抽象语言 在尝试理解的同时 就能产生另一种创造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用法 就是当作答案之书 当然在创造力受阻的时候 不妨带着问题随意展开一张 就用内力的折思来解决当下的问题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读书分享 希望能对大家当下的创作 带来一件正向的影响 最后再次祝福大家新春愉快 新的一年 合成很快将继续陪伴大家 分享趣闻和知识 我是孟琪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